认识陈彻的第二十二年 他和秦丹丹官宣了 我成了人人喊打的汉子表 他说 丹丹和其他女孩不一样 对不起了 他说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值班你当妹妹 丹丹才是我想携手一生的人 他说 我得给他安全感 以后不要联系了 直到有一天他穷困潦倒时 好不容易接到一栏综艺节目 节目组让他打给一个 能借给他一百万的联系人 他沉思很久 拨通了我的电话 而我已经在自己的新婚大礼上 大数据是不会乱推的 秦丹丹发了签字长文 叙述他是如何跟影帝陈彻 从一款恋宗相识走到一起的 配图是他们在夕阳下亲吻的合照 清一色的评论都是粉丝们的祝福 救命 我磕得扯淡CP成真了 丹丹女神和我家哥哥 好搬配天哪 神像爱情 同时还有另一组聊天记录 被秦丹丹发出来 女主变成了我 一个月前 我问陈彻最近怎么不理我呀 咱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又过了一周 我问你生日快到了 我陪你过怎么样 可是没有回应 直到他们官宣的那天 陈彻回复了我丹丹和其他女孩不一样 对不起了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只把你当妹妹 丹丹才是我想携手一生的人 我得给她安全感 以后不要联系了 记录一出 我成了全网的焦点 微博 抖音上都是粉丝对我的一篇骂声 看吐了 以朋友的名义约男人 单独过生日 查死了 这不是汉子表示什么 看 人家彻彻都不想理他 还一直往上贴 对呀 说不定他早就知道 但女神和彻彻的关系 太略查了 之前看他就觉得不对劲 哪有一个女生抖音的内容 全是和男性朋友的日常 这女的叫什么赖章 什么谦歌 粉丝知道我是谁 并不意外 他们早就认识我 虽然我不是什么明星 却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 但网上搜索我的词条 出来的只有陈彻的朋友 没错 我成为网红的原因就是 我是陈彻唯一在公众面前 介绍过的女性朋友 我们的合照 曾经是她微博的质底 配的文字是 两小无猜 现在两小无猜 变成了永远爱你 配图是她白皙手臂上的纹身 Not done forever 由于粉丝的声讨声太大 秦丹丹最后发出了回应 把聊天记录发出来 只是希望 有的女孩可以自爱一点 有些人说我引导粉丝网报 笑死 我只是在维护自己的感情好吧 不过宝宝们不要去骂人哦 网报是不对的 虽然这次发声 并没有阻止粉丝们的骂声 但是又为她自己吸引了不少真爱粉 他们都说 不愧是国民女神 果然跟那些圣母心不一样 妥妥的大女主 姐姐我爱你 而这些 都没能让我内心掀起分毫的波澜 但陈彻除了官宣发出的纹身 再无其他回应 让我觉得无法呼吸 叶总 您还好吗 没事 继续谈这次的项目吧 作为刚混出头的新人 秦丹丹太心急了 不知是给予给自己立大女主的人设 还是真的想捍卫他们的感情 可他没有预料一切的后果 因为 所谓的扯淡CP 最初就是我提出的综艺效果 陈彻或许没告诉他吧 我不仅是陈彻的舔狗 更是他背后的资本 陈彻是我的青梅竹马 也是我一手捧红的艺人 八岁那年 她搬进了我家 她妈是我家的保姆陈彻 陈彻是全世界最和善的女人 可惜令苦 丈夫癌症去世 只留下儿子和无数的债务 妈妈可怜她 让她坐我家保姆里薪资最高的位置 照顾我的人 我天生患有情感障碍 无法感知什么是快乐 或者什么是喜欢 记得那时 陈彻总提起陈彻 小姐呀 你这么小的年纪 冷清得像冰块似的 有时候真想让你见见我儿子 他是我生命里的太阳 一定也能融化你 看 长得帅吧 照片里 男孩的确笑得像猎羊 我不自觉摸向自己 毫无浮动的嘴角 那种笑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不知道 后来童年的记忆太模糊 只记得妈妈怀孕了 爸爸很高兴 把她送去最豪华的月子中心 只带了陈彻一个人照顾 可是某一天 烧起了一场大火 陈彻在月子中心的大火里 救下我妈 保住了我妈和弟弟的命 自己却严重上伤 尽管我的父母拼尽全力 请来无数的专家 去医治陈役 她却还是没能活下来 陈彻就这样成了 父母双亡的孤儿 我趴在墙边偷偷看 陈彻被妈妈揽到怀里 他们都在哭 为陈役的死 我的心脏像是 被双手紧紧攥着 却还是没有半滴眼泪 从眼眶溢出来 秦丹丹不同于别的当红小花 她的五官名艳张扬 走得欲解路线 出演过几部 还算不错的电影 在恋宗节目上 当面对游腻男 为女性发声 因此赢得不少女粉 我看重她的原因 就是她身上有一种 和陈彻很搭的CP感 于是我安排经纪人 带着陈彻参加了那款节目 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 他们一起做饭时 秦丹丹大大咧咧吵着饿 陈彻则则像个邻家哥哥 安慰她 马上就好了 他们一起玩游戏 秦丹丹面对惩罚时 掉了眼泪 还是逞强的 把陈彻挡在身后 你是我的小弟 就得我罩着 陈彻则宠溺的摸了摸她的头 把她拽到后面 还是我来吧 大哥这时弹幕已经磕疯了 啊 快看扯影币那个宠溺的笑 我为扯淡CP举大旗 现在想想 我真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他们在暧昧的氛围 和粉丝的呼声里 真的擦出了火花 陈彻觉得 秦丹丹会陪她笑 为她哭 那才是爱 而我这种天生没有感情的人 尽管用了20年的时光 去成就她 陪伴她 始终算不上什么 那天我去节目组看她 在看到那个画面时 我止住了脚步 秦丹丹揪着陈彻的耳朵 气鼓鼓的样子 你们这些男人真是 他天天托人给你送饭 说什么担心你胃不好 这摆明是吊着你的手段啊 借着朋友的名义 做尽暧昧的事 你大哥我最讨厌这种汉子表了 他恨铁不成钢的教训道 你说 我跟你那个女发小谁更重要 哎大哥 清点当然你重要 我默默放下便当和离开了 我们的关系 好像一直都是这样 明明尽在咫尺 却好像隔绝了一个世界 汉子表 原来我也配得上这个词 父母把陈彻当成了亲儿子 她的一切 都与我和弟弟平等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 没有女孩愿意 跟我这个闷葫芦玩 陈彻就带我挤进了男生的圈子 他们打篮球 讨论游戏 我便去旁边坐着发呆 我最喜欢的是 就是看着天 白天看大片的云朵 晚上数最亮的星星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不自觉地 去寻找人群里的陈彻 她在球场上 汗流加倍的样子 她笑起来 眉目弯弯的样子 好像太阳了 陈彻交往的第一个女朋友 是唯一愿意跟我说话的女孩 这是宋欣 跟我一样比你大一岁 你就叫她姐姐吧 陈彻为我介绍道 我突然有些不知所措 也不知道 怎么就给宋欣举了一功 姐姐姐好 我是叶谦哥 嗨 小谦哥 你好 宋欣似乎被我不知所措的样子 逗笑了 摸了摸我的脑袋 我第一次感觉到脸颊发烫 从那之后 坐在旁边看他们打球的人 就多了一个 宋欣很开朗 她总是一个人说不停 而我总有一句 没一句地回应她 千哥 你跟陈彻是一起长大的吗 听说是你爸妈收养了她 嗯 是的千哥 你干嘛总盯着天看啊 你不觉得篮球队的 伏肌超帅的吗 我觉得也好看千哥 你有没有感觉 陈彻像个小太阳 我愣了一下 对上宋欣好看的眼睛 她正拖着下巴冲我笑 身上有淡淡的茉莉香味 嗯 我轻轻点了下头 你也觉得陈彻很温暖对吧 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宋欣像说悄悄话一样 凑近了些 温暖 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温暖的感觉 啊 听陈彻说过 你她突然握住我的手 秋天的风很冷 但她的手心是暖的 小千哥 这就是温暖的感觉 就像太阳照在身上 心里也会有这种温度的 我看着她认真的表情 好像有些感觉到了 原来是这样啊 我喝着助理递来的咖啡 手指轻轻滑着抖音视频 今天的热搜又是我 哦 汉子茶拍上了天恒集团的少爷 一次一起出席 酒会那是一张模糊的照片 一心能看出两个人的脸 其中的女生确实是我 评论区的粉丝们又炸了 这个女人能不能要点脸了呀 天恒小少爷她抢得动吗 人家可是京城最有钱的富二代 嘉一 据说小少爷为了单姐投资新电影两个亿 好像是追了单姐很多年秦丹丹 也在这个时候发了抖音 是一段自拍视频 不过配乐的歌词是 是我的你抢不走 Bitch 又在立她的大女主人设了 粉丝们也都吃这套 不断在我微博下输出叶总 是我的失职 我这就去调查爆出这张照片的媒体 秘书听得我手机里营销号的胡言乱语 满脸黑线 不用了 一些不懂行规的新人而已 宋导不是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综艺吗 回复一下 我同意了 叶总 您秘书一愣 惊讶地看着我 以前我一直封锁媒体 避免有关于我身份的信息流传出去 因为陈彻不喜欢 她不想被人议论成靠女人上位的男艺人 这次陈彻官宣 著名综艺导演秀到了前所未有的商机 新上映的旅行综艺 她特意邀请了我 还有天恒的小少爷 当然 老家宾们不会缺席 和秦丹丹第一次正面交锋的日子终于来了 开播那天 法拉利的马达声 由远至近 秦丹丹一身红裙似火 锦上点缀着宝石项链 冲镜头招手时光彩照人 陈彻从副驾驶走下来 挽起她的胳膊 好一对金童玉女 姐姐杀我 哎呀呀好般配 天哪 我不会粉得个副驾千金吧 弹幕里 粉丝们沸腾了 陈彻这是我们闹掰以后第一次碰面 我皱眉 那是我送给陈彻的车 被她转手送给秦丹丹了 突然想起三个月前 我最近开上个新车 帅不 她把手机举到我面前 怎么开始喜欢红色了 你以前不是说 除了黑白色的车都很土鳖吗 我瞥了眼随口问道 换口味了呀 别问那么多了 你不觉得红色和我很配 行 明天带你去提车 想来 秦丹丹才是她爱的红色 镜头突然给在我身上 把我看着陈彻 眼神复杂的样子 拍得一览无语 汉子表能不能滚啊 看见她就烦 我同意来这个综艺的原因很简单 我们的话题正值热度风口浪尖 优秀的投资人 会把流量发挥到最大价值 我并不想报什么仇 毕竟雪藏秦丹丹 比捏死一只蚂蚁都简单 我只想看看陈彻没有我以后 把自己精英成什么样子 看看自己这几年的心血 是否付诸东流 爆发的流量是把双刃剑 用得好能成就自己 但如果搞砸了 和走向毁灭无意 虽说 我不想搭理秦丹丹这种小丫头 可她总像苍蝇一样惹人烦 你就是千哥姐姐吧 听彻彻说起过 不过姐姐 混了这么多年 怎么还是没混出头 要不你叫我几生姐姐 我引见你见几个导演 看看能不能演点 跑龙套的角色飞机上 他特意坐到离我不远的地方 有意无意的调侃道 陈彻并没有阻止 来之不易的资源 你自己留着吧 不过虽然你比我小十岁 但说你是我姐姐 真有人信 说完 我闭目养神 确实 秦丹丹 你没事少打点针吧 眼角的戏文都快遮不住了 果然玻尿酸打多了反噬 本来在打游戏的苏子恒附和道 苏少爷 你怎么向着他 秦丹丹娇称 苏子恒就是传说中的 天恒集团小少爷 他也的确投资过 秦丹丹出演的电影 不过仅仅是投资而已 被秦丹丹的公司大肆营销 蹭足了热度 以至于苏子恒在 秦丹丹粉丝眼里 就是个爱而不得的舔狗 彻彻 你说我和他谁更漂亮 陈彻的眼里满是爱意 他轻轻捏了捏 秦丹丹气鼓鼓的脸 我们丹丹最漂亮了 你干嘛跟老女人比啊 老女人 我心底自嘲 青春似水东流 最好的年华 都被我用在了事业和他的身上 那年陈彻说 我想多演员 千哥你会支持我吗 我毫不犹豫的说 我会 他许诺以后我火了 一定不会像其他男艺人一样 翻脸不认人 我肯定大大方方的承认 你和我的关系 他做到了 第一次掌获新人奖项的时候 他的感谢致辞里 就出现了我的名字 他的粉丝都说 陈彻成就了我 没有人知道 我花了十年的青春 去为他铺路 苏子恒突然放下手机 冲陈彻意味不明的笑 露出两个小虎牙 我就觉得千哥姐姐最漂亮 反倒是彻哥 最近几年生生老了呀 以前的金奖收购机 现在拿到半个奖 陈彻的脸刷得黑下来 苏子恒黑黑的笑 朝我舌的眼色 像一只在等待表扬的小狗 他是和我弟一起 光屁股长大的朋友 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小孩 用我弟的话说 苏子恒这次答应参加综艺 就是给你保驾护航的 这小子竟然比我还解控 我心下感动 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 一国打工 既是我们公司和宋导合作的新综艺 邀请了各种领域的嘉宾参加 明星 网红 企业家 运动员等 让嘉宾们组成男女CP 在国外旅行的同时 赚钱解决自己的吃住 最后存款最多的小组获胜 节目组公布规则后 我们到了M国秦丹丹如愿以偿 和陈彻分到一个小组 得意的朝我晃晃晃 他俩十指紧扣的手 苏子恒问 喂 导演 我现在赞助三千万 能不能跟千哥解一组啊 不行 九千万 不行 两个亿 这不是钱的问题 你们俩身份不在一个领域 被拒绝了几次 苏子恒垂头丧气 围在我身边嘱咐了一堆 才跑去找跟他一组的女嘉宾 这小子后来 这段被原封不动的捡到第一起 小少爷怎么水都舔 粉转路了 果然是汉子表 哦 真茶 哈哈哈哈 不愧是少爷 好无人性就在我百无聊赖 抬头看天的时候 一个身影走到我面前 叶千哥 我们一组 他挡住了太阳 背着光 我看不见他的脸 只能看见若隐若现的精致轮廓 叶千哥 好久不见 恍惚几秒 我才看清这个面罐如玉的男人 景叶炎 他怎么来了 从哪冒出来的 旅行目的地 是N国的海滨城市 秦丹丹胸有成竹 他说 自己出道没多久 就挤进出场费最高的女艺人行列 赚点小钱根本不在话下 于是他拉着陈车卖艺 在海滩跳起了热舞 我注意到 陈车的目光 有意无意地看向我们这边 我想 陈车看见他的激压程度不亚于我 此刻我正和景叶炎并肩 走在沙滩上 气氛干大到极点 我先开了口 我没想到你会来 景叶炎 他是我遇到过最强劲的对手 国内最大娱乐公司的总裁 那些年 我出来炸道 陈车被他打压得拿不到任何资源 后来 我的公司慢慢起步 能给陈车的资源越来越多 却也背景是旗下的一线艺人 一次又一次压住风头 这些年如果不是我拼尽财力 去帮陈车打通关系 他或许早被过去的对手们吞没了 我知道 电影的赛道上 我跑不过景叶炎 陈车如果继续走下去 来之不易的影帝 名声必定不保 所以我想让他转型做综艺咖 这才在无数的档案里 选中秦丹丹 我好奇 沉没过后 景叶炎坦然道 你说我遇到过最难缠的竞争对手 没想到 饶是这样的你也会被背叛 我哑口无言 对上他如墨的黑童 现在没有陈车了 我好像卸掉了最沉重的包袱 原来 我和景叶炎也可以这么和平地走在一起 好了 别说那些了 景总 我们做点什么解决今天的晚餐呢 他的脚步突然停下 冷峻着脸 单单开口 我们一起 可以买下这座城 我倒是好奇 白手起家的叶总想做什么 我愿意听后拆遣 景叶炎目光看向热舞的陈车和秦丹丹 此刻已经被路人围观 他们很单配 因为他们是一类人 我不置可否 景叶炎是来说风凉化的 他继续说 他们靠脸 靠自以为精湛的本事取悦别人 而我们靠的是头脑 所以我们成了驾驭这些艺人的幕后推手 大家叫我们万恶的资本主义 其实也没错 他们的成就还是毁灭 都在我们一面之间 我们才是一类人 陈车 没资格 阳光照在景叶炎的侧脸 勾勒出好看的门阔 却容不掉他脸上的冰霜 有那么一瞬间 我甚至感觉他是世界上另一个我 嗯 这一段都能让宋刀剪进去 宋欣是我第一个朋友 陈车总说 我像宋欣的小尾巴 只要他告诉我宋欣在 我就会迫不及待地跟出去 那时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避嫌 我想那才是我第一次有了喜欢的感觉 我们去商场 他为我挑粉色的小卡子别住刘海 可爱 我们小千哥像个吹弹可破的娃娃 他捏捏我的脸 陈车则是跟在我们后面 拎那些大包小包的够带 嘴里止不住的埋怨 有完没完了 两个大小姐 我们去海边 他叫我把脚丫埋在沙子里 沙子软软的 很舒服 我们小千哥不是喜欢看天吗 海边的天最好看了 于是我仔细地观察海边的天 夕阳让云朵变成粉紫色 倒映在海平面 确实好看 虽然陈车晒成了小麦色 我们还一起去游乐园 过山车上 陈车和宋欣叫得厉害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怕 我很好奇 害怕到底是什么感觉 虽然不懂 但过山车的失重感很好玩 像在天上飞 宋欣买了两个猫尔发卡 和我一人一个 不错 小千哥 这样我们就是姐妹款了 姐妹款 至今还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 那年夏天过得真快啊 再到秋天 宋欣和陈车就要毕业了 如果陈车没在他生日那天的烟火下亲吻我的话 他或许会一直做我的好朋友吧 他是第一个 教会我什么是开心 什么是失望的人 我带着景夜言 找到一家本地氛围 很好的高级餐厅 你会弹钢琴吗 我跟他挑眉 你不会也想卖一把 赚点启动资金 我达到 只见他从容地坐到大厅中央的钢琴座椅上 两只手轻盈地在琴键上舞动 一曲李斯特爱之梦演奏完毕 餐厅里响起一阵喝彩 我与餐厅经理沟通后 他欣然同意我们在这里临时打工一晚 这种高级餐厅的小费 可比在海滩热舞来得多 和景夜言轮流演奏到深夜 今晚收获扑风 但为了省钱 我们来到一家小旅馆 不知是节目组特意安排 还是冤家路窄 碰到了陈彻和秦丹丹 隔得老远 他们并没发现我俩 陈彻的脸色并不好 就连跟拍他们的摄影小哥都满头黑线 这是吵架了 你能不能别那么公主病 今天本来就没赚多少 这里将军一晚怎么了 我看你就是偷偷联系他了 一定是那个汉子表给你洗脑了 我没有 你不是已经让我把他删了吗 他是不是跟你说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让你不要对我太好 陈彻 你不会想把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攒着给他吧 你要敢把钱给他 我一定去手撕汉子表 我可不会受这气 对了 这段不要剪进去 秦丹丹整理了一下头发 不忘朝跟拍小哥吩咐道 我目送他们走进隔壁的酒店 才和景夜延来到小旅馆 开了两间房 我可不想去他们面前 惹一声晦气 结果当天晚上 我就收到了陈彻的好友申请 千哥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讨厌他吗 你跟他走得那么近 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当什么 我立刻拒绝 没一会短信发了过来 千哥 你生我气了 出来见一面好吗 求你了 我本想拒绝 但这些天历历在目 是时候给我们的22年 彻底画上去好了 陈彻约我在海边的小公园见面 城市昏黄的灯 映得海面波光淋漓 夜晚出奇安静 只剩下有节奏的浪和风声 他站在石阶上看海的背影 好像一时间与过去重合 千哥 你来了 陈彻转身 冲我露出十年如一日的笑容 可我心里那个如猎羊般的少年 早已不复存在 小千哥 你生我气了 他上前拽我的手 对我一把甩开 别动我 陈彻错愕 好像一时间没想到 我会这么跟他说话 也对 在他的印象里 我或许是一直跟在屁股后面的好妹妹吧 我不喜欢你跟景爷言走那么近 他低着头 沉申开口 这好像轮不到别人的男朋友管吧 陈彻转头避开我的眼神 是你以前说 要我们炒CP 这些都是为了流量而已 我觉得可笑又讽刺 陈彻啊 是不是真的把我当傻子 你发给我的那些 也是为了流量吗 我想给他安全感你的纹身 也是为了流量吗 你跟他上床也是为了流量吗 陈彻哑口无言 我并没特意调查过 他和秦丹丹没有官宣之前 我就收到了狗仔的照片 是我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想等他主动给我解释 可始终没等到 沉默许久 陈彻开口道 小千哥 你什么时候这么小气了 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我笑了 路灯罩在我脸上 我难得露出笑容 我想 一定很难看吧 陈彻看愣了 小气 这么多年 我对你有求必应 你要出道极巅峰 我让你带资金组 你要全网无黑点 我亲自日夜操盘 你想比星星璀璨 我拼了命的把你挂到天上去 你明知道 我不喜欢被别人关注 还要把我放在微博上脸设 现在为了你的人设 把表脸缠着你的罪名甩给我 你到底要不要脸 你笃定 我叶千哥不会在意全网的骂声 因为你笃定 我没有情绪 我不会难过 所以从小到大 千哥你 我不给他打断我的机会 从小到大 你都有耻无孔 为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利用我 我是情感障碍 不是真的没有心 温热的泪珠从脸颊滑落 我哭了 陈彻和我一样难以置信 我竟然哭了 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掉眼泪 你把我当朋友 为什么要在他面前亲吻我呢 为什么我身边每次 有男性的出现 你都要阻止呢 陈彻 比以哥哥的名义 做尽暧昧的事情好吗 舔狗 备胎 我当够了 其实我不是不知道 陈彻接近秦丹丹是为了流量 她急切地需要不让自己过气地流量 她的感情 热烈 转瞬即逝 玩玩而已 如往常那样 我也知道她对我说的那些话 都是为了自己的人设 为了她的艺人事业 当初 是我陪她跳进娱乐圈这个染缸 我见过她无数次为了示尽失败 焦躁不安 见过她与奖项失之交臂后 彻夜难免 她和女艺人睡觉的照片 一次又一次被狗仔寄到我的办公室 我每次都妥协 用最好的朋友安慰我自己 听到了吗 我受够了 她不是可以温暖我的太阳 我也不想再做那个照耀她的人了 陈彻慌了 我第一次从她眼里看到这种慌乱 好像一不留神 就会失去最宝贵的东西 她还想抓住我的胳膊 却被我用力甩开 千哥 小千哥 她换我的名字 像过去那样 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爱你 真的 我们在一起吧 好不好 她的声音竟有些嘶哑 但现在我只觉得可笑 陈彻 你真的让我明白了一件事 我没喜欢过你 我只把你当哥哥 千哥 我转身 景夜言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那里 我看你自己出来不放心 景总 见笑了 我擦掉眼角残存的泪花 没见笑 叶总 很帅 开播的第五天 我和景夜言来到市中心 这里作为最繁华的地带 有着无限的可能 那时我还不知道 苏子恒第一天就被淘汰了 他啥都不会 跟他一组的女嘉宾也是个富二代 两个人在街边干瞪眼 最后饿得不行 求助了节目组 但他们的思路出奇的一致 淘汰 但不想滚蛋 于是俩人合资 成了节目组的赞助商 作为金主爸爸 特意开设了后台的跟平团 就是坐在那里看大家的表现 然后跟观众们实时评论播报 千哥姐姐好漂亮 冰山美人 我爱美女 跟苏子恒合资的搭档 叫李选 他高中时见过我 当时就表示 大学毕业了 想成为跟我一样的女企业家 那当然 不过那个景什么的 干嘛跟姐姐贴那么近 苏子恒不满道 节目组多少钱才能把她换掉 您这边是实时直播 少爷 说话悠着点拔 导演汉颜 观众们爆笑 甚至把秦丹丹和陈车的粉丝都淹没了 被小少爷笑死 他和雪儿好般配呀 少爷配小姐 我想要景叶颜的全部资料 好吃他的颜 弹钢琴也太帅了吧 丹丹呐 不想看汉子表 我要看丹丹女神 那些小学生能不能别在这刷秦丹丹了 天天跳舞有啥好看的 你们不烦我都烦 我和景叶颜走在市中心的街头 有流浪歌手背着一把破目吉他 唱名摇小调 有学生合唱流行歌曲 有穿着嘻哈打扮 街头freestyle的团队 我们决定在这里 开一家娱乐公司 前些天在餐厅打工 攒了一笔钱 可以用来招兵买马 去寻找那些怀才不遇的人 那个不错 音色很有穿透力 有热歌前置 景叶颜指着一个流浪汉说道 嗯 我第一个注意到的也是他 他虽然浑身邋遢 但是眼睛出奇的清澈 那是只有真正钻研音乐的人才有的眼神 固执 浪漫 那个鼓手 还有那个弹吉他的 情怀 我和景叶颜的想法有了雏形 另一头的陈彻和秦丹丹却不太顺利 在海边跳了几天舞 又跑去别的地方卖艺 可M国卧虎藏龙 他们跳的舞并没有多少人愿意看 他们的吵架也越来越频繁 扯淡CP离开了营销 CP粉也开始分崩瓦解于是 就在第二期播出之后 秦丹丹的微博动态更新了 头条又被他们占据陈彻 时间管理大师 陈彻出轨 陈彻滚出娱乐圈 秦丹丹太可怜了 那晚 秦丹丹爆出陈彻和多名女艺人的聊天记录 以及被陈彻锁在相册里 无数的艳照流出 一时间风云动荡 好多女星都被这次事件牵连下马 甚至包括我公司旗下的很多女艺人 景叶颜从早上起 电话就被打得不停 我想 警示旗下也有一些艺人被牵着进来吧 陈彻迟迟没有发出回应 第二天 秦丹丹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她看上去气色不错 热情的冲我打招呼 千哥姐姐 陈彻被解约了 我被临时安排进你们的小组 姐姐多关照呀 还真是为了流量什么都做得出来 秦丹丹不蠢 在这个圈子混 哪有谁真的想要甜甜的恋爱呢 估计从她跟陈彻在一起开始 她就知道陈彻跟很多女明星睡过 这次 也是利用了这一点 把陈彻当成踏板 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被男友绿了之后迎娜而上 多符合她的人设呀 毕竟现在小白花已经不流行了 她浮在我耳边 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对我说 姐姐 我没想到陈彻是那种人 早知道就不和你抢了 不过我真的很喜欢抢走别人最珍惜的东西 尤其是听说你们认识二十多年以后 秦丹丹似笑非笑 企图在我的眼底寻觅到一丝愤怒 可她不会如愿以偿 我面色并未掀起丝毫波澜 是吗 我还以为你的爱好是剪破烂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没事去检查一下身体吧 她很脏 哦 我差点忘了 妹妹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叶谦哥 你 叶谦哥说了什么 把丹丹切成这样 以前听说她是娱乐圈大女主才粉的 怎么情绪管理这么差啊 一点都爽不起来 楼上这个假粉 丹丹倍率还能这么坚强 已经很不容易了 好吗 叶谦哥肯定也跟沉车睡过 秦丹丹意识到镜头在跟拍时 脸上又挂回从容的笑 姐姐 毕竟现在我们已经是一组了 跟我说下大概的想法吧 你们两个都是小网红 对娱乐行业肯定不熟悉 现在开始 我当队长 你听我指挥 我和景叶严偏他一眼 选择直接舞视 他哪来的脸啊 跑去千哥姐的小组 跟平团 苏子恒抱着胳膊 朝直播间吐槽道 我觉得秦丹丹说的对 他们两个对娱乐行业又不了解 叶千哥他们的想法虽然很好 但实现起来很困难吧 让丹丹来当队长 才是对这些流浪艺术家负责 那个景叶严是网红吗 我怎么搜不到他的资料 秦丹丹选择加入我们的小组 也是有原因的 别的组还在卖艺 打工的时候 我们组的乐队已经开始运行了 并且在油管收获了第一批粉丝 可以说我们是夺冠的热门 于是秦丹丹在镜头前卖力表现 给流浪歌手买水 拿着纸笔记录 照顾他们的一日三餐 做的都是些无用功的事 他对镜头说 毕竟我是队长嘛 做的工作肯定要比叶千哥他们多些 粉丝又来了 丹丹好吧 这么快就振作起来了 加油 我哭了 这是什么业务能力啊 内语宝藏女孩 既然他这么想干活 我和景业炎就拼命压榨他 把那些繁琐的事情都丢给他做 晴淡淡白天街头热舞卖艺 去养活乐队一日三餐 晚上还要剪辑视频 上传油管 兢兢业业的回复粉丝评论 第三期播出以后 他又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不得不说 他的业务能力还不错 多亏了他 我们才来得及抽身去处理公司业务 我搭着景业炎的顺丰四人飞机回了果 后面的录制紧迫 我只有两天时间 收拾陈彻给公司留下的烂摊子 因为品牌方纷纷发来的解约文件 我的总助和几位经纪人已经焦头烂额 叶总 您终于回来了 陈彻已经在这等了你24个小时 我们公司要不要起诉他 我摆摆手 他赔不起违约金 先做好这次损失的报表吧 我看了一眼办公室里颓丧的陈彻 他仿佛一夜老了十岁 胡子拉叉 面色苍白 你先去准备一下 下午召集董事会 于是我独自推门走进去 陈彻看见我 流露出不甘和悔恨 他急忙颤颤巍巍的从椅子上起身 千哥 叶总 你帮帮我 我摁着他肩膀 示意他坐回去 然后坐回我的位置 这次违约金 我就不起诉你了 陈彻 收拾东西 离开公司吧 叶千哥 再这样下去 我全完了 我妈可是救了你弟弟的命 你在微博上解释一下好不好 你告诉他们是你放得下我 找黑客陷害我的 我瞥了一眼 并不想理会 他自己想出来的公关方案 未免太烂了 叶千哥 你那么有钱 还需要名声吗 你又不是公众人物 根本没人在乎你 就当是报恩 你当一会婊子怎么了 你到底在清高什么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 抓着我的肩膀怒吼道 啪 我仰手 一个清脆的巴掌落在陈彻脸上 他一时间难以置信地捂着脸 一直以来 我拼命感受这个世界的温度 他们总说 我像冰块一样冷 所以小时候 我总偷偷把冰块握在手里 一双白嫩的小手 很快就被冻得通红 好凉 我的手心明明是暖的 我怎么会是冰块呢 我只是对情绪后知后觉 被酝酿无数次 才来得及表达出来 以至于 我的笑容和眼泪也后知后觉 当我反应过来时 已经没有流泪的必要了 陈彻 我还你的够多了 你的明星梦也该醒醒了 我爸妈留给你的财产 都不够赔这些违约金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如果再闹事 我会让保安把你送到警局 我盯着他的眼睛 那双最熟悉的眼睛 他缓缓开口 千哥你真的不要我了 嗯 好在有了解决方案 该做公关的做公关 该开除的开除 处理完之后 还没来得及卸下一身疲惫 就接到了景叶炎的电话 我在你们公司楼下等你 我走出公司大楼 景叶炎穿的西装 白衬衫一尘不染 领口微长 估计也是刚开晚会 他半靠在车上 见我过来 深视的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车里 有他身上好闻的木质香味 原来我和景总 已经熟到这种地步了 我自己在感慨奶中 他系好安全带 转过头看着沉思的我 他半眯着眼 一双深邃的毛子 脆满了心液 就就是这种 特意来接我的地步 我下意识地避开他的目光 却没想到 景叶炎靠了过来 我浑身一颤 他想干嘛 啪哒 我这边的安全带被系上 你怎么脸红了 叶总 景叶炎笑了 意味深长 千哥 我等你上线 等了好多年 那个小猫头像的人 从我注册QQ起 就是我的网友 无数页里 我们交换心情 我把自己所有 藏在心里的话 说给他听 我很喜欢跟宋欣姐姐玩 但最近 怪怪的 没多久 那个小猫头像回复了我 怎么了 明明宋欣姐姐 才是陈澄的女朋友 可陈澄每次 都当着姐姐的面 牵我的手 姐姐的脸色很不好看 小猫说 这不对 你应该跟她说清楚 我妈妈说 两个人的感情 是容不下第三个人的 小猫的家庭 就是被第三者拆散的 所以 小猫夜总和我一样 被别人说是冷冰冰的扑克脸 我不想做第三个人 陈澄虽然是我的青梅竹马 但宋欣姐姐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能破坏他们的感情 我不想让姐姐难过 我想 陪姐姐过完18岁生日 就跟陈澄说明白 为了宋欣的生日 我攒了好久的零花钱 她说 想去迪士尼看烟花 那我就送她一场 最特别的烟花 修好了 他们在酒店顶楼的 西餐厅分担高时 我生怕烟花的位置 有什么问题 于是我跑去天台 反复的确认 千哥 没想到 陈澄跟了出来 他走到我身边 要吃醋的他伸手捏我的脸 我下意识躲开 千哥 你怎么了 陈澄 我们保持距离吧 就在这时 烟花绽放了 我瞪大眼睛 糟糕 姐姐还没来 我得回去 可 绚烂的紫色烟花飞到天上 绽放时 照亮了全部的天幕 陈澄的唇吻了上来 第一朵烟花熄灭 我拼命推开它 可第二朵烟花在绽放的时候 姐姐站在那里 烟花照亮了她失望的脸 不 不是这样的 姐姐别走 烟花熄灭了 后几期的综艺录制格外顺利 不得不说 秦丹丹是个敬业的女艺人 她乐此不疲地吵人设 即便没有CP关系的加持 也攒足了人气 此时 流浪者乐队的油管账户里 余游已经突破十万美金了 那些流浪歌手 是为音乐而生的 他们在一起演奏 歌唱 让所有人一步开视线 或许 把音乐的情绪传递给别人 才是他们做音乐的初心 世界上从来不缺少会发光的珍珠 而这些纯粹的珍珠 不该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 于是 我向流浪歌手们承诺 他们赚的钱 全由他们自由分配 不 叶女士 很感谢大家给了我们 把音乐展示给别人的机会 我们商量之后决定 把这笔钱捐给慈善基金会 让那些落后国家的孩子 也有学音乐的机会 我同意了 锦叶岩也同意了 留着这些钱 我们就能拿冠军 你们有病吧 我可不像你们这么圣母 秦丹丹不同意 粉丝的评论出现了两极分化 支持捐款 本来就是人家赚的钱 想怎么花也应该由流浪乐队决定 可是 丹丹真的付出了很多努力 叶千哥站着说话不腰疼 他那几天干啥了吗 现在出来当圣母 一直是丹丹忙前忙后 失恋了又错失冠军 太让人心疼了吧 跟平团理 苏子恒表示 不错 我支持捐款 正能量 我跟着捐三千万 小少爷 你爹打电话叫你回去 说让你别败家了 什么 这个老东西 你真是大笑子 李雪儿嫌弃地回到 秦丹丹怒气冲冲 做好了要撕逼的架势 他一定等这一天很久了 叶千哥 没有陈彻谁认识你 别把自己当根葱了好吗 我最恨你这种绿茶 我挑眉 看着他跳脚 一开始 微博上看到陈彻发你的照片 我就讨厌你 让他自己认识的影帝 就天天去节目组探望 所有人对你恭恭敬敬敬的 凭什么 就凭认识陈彻 现在我倒要看看 没有陈彻你算老几 我秦丹丹的东西 你也敢抢 我被尬出一身鸡皮疙瘩 这些词都是他从古早小说里背的嘛 节目组 这段不许剪进去 不然我叫背后的资本封杀你们 我缓缓走到秦丹丹面前 秦丹丹 我刚觉得你挺聪明的 怎么又表现成了蠢货 没意思 你 我要全网封杀你 秦丹丹扬起巴掌 被我轻而易举地接住 反手一个巴掌甩在他脸上 叶千哥 你等着 他捂着脸 愤怒地瞪大眼睛 到处摸索着手机 秦丹丹的人 电话低了几声被接起 对面的男人公公敬敬 叶总啊 打电话过来是要继续谈收购的事情吗 收购 秦丹丹 你怎么在叶总旁边 以后公司由叶总接手 变成文心娱乐旗下 你们可要好好表现 老王还想说些什么 我已经挂断了电话 听到了吗 秦丹丹 以后 我是你老板 要么赔了约金 要么就给我好好打工 你竟然是文心娱乐的总裁 他惊了 当时震惊了表情 就像你手机里第二个表情包 所以你也是陈彻的老板 秦丹丹难以置信的嘟囔道 陈彻没多大面子 让别人对他的朋友恭恭敬敬 但看在我的面子上 他们会得陈彻点面子 我语重心长道 以后好好干 也还挺有潜力的 秦丹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仅为我按钱马后 还发微博澄清了之前的误会 他说我和陈彻是秘密恋爱的 千哥姐根本就不知道 都怪陈彻这个渣男 我差点就错怪 全世界最好的千哥姐了也是 那些老头子都能卫生取悦的女人 怎么不能取悦一下 我这个新老板呢 最后 我们同意把这些天的收益 捐给慈善基金 冠军队伍变成了一组羽毛球运动员 他们在会所当教练 攒了比不小的生活费 作为给秦丹丹的补偿 我给了他一些资源 就让他为我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 多打几年功罢 网友们扒出我身份的时候 是两年后 我和景叶岩结婚的那天 整个京城的豪门 都出现在我们的婚礼现场 一人纷纷发微博表示祝福 几乎是大半个娱乐圈的顶流 当然 关于我的言论还是褒贬不一的 不过我不在乎 陈彻有一点说的对 我并不在乎名声 互联网是一片风云变换的土壤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没有谁会一直把注意力 放在一个人身上 节目之后没多久 我登录了许久没登过的QQ 十几年来 小猫还在坚守和我分享生活的习惯 我问过他 为什么要跟我做竞争对手 在我创业初期打压我 他说我只打压了陈彻一个 是因为你当时的经历都在陈彻身上 才会觉得我在打压你 现在想想好像确实是这样 我又问他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还要特意去综艺里玩神秘 他说我以为你早把我忘了 想重新培养感情 陈彻穷困潦倒 总算接到一款综艺的邀请 综艺的名字叫嫌鱼要翻身 让那些过了气的艺人打电话 联系个能借给自己一百万的朋友 陈彻握着手机沉思许久 最后拨通了我的电话 可我那时正在婚礼上 和锦叶炎交换戒指 我弟和苏子横毅把鼻涕拔泪 对着锦叶炎 威胁了好多的主持人 把现场视频给陈彻看时 眼里满是嘲讽 好像在说就你这种人也配 陈彻瞪大眼睛 竟然晕了过去 没多久 秦丹丹出席活动时被泼了硫酸 凶手被后知后觉的保安呢 摁在地上 正是陈彻 他嘴里滔滔不绝的辱骂道 秦丹丹 都是你毁了我的人生 是你毁了我跟千哥的关系 臭婊子 我落得这种下场 大家一起下地狱吧 秦丹丹重度毁容 整容也就不回来了 这件事上了几天小热搜 陈彻进了监狱 我感到有些惋惜 毕竟秦丹丹是我公司的艺人 陈彻这么一闹 又是一笔损失 于是我到片场 想找宋导拍摄新一季的综艺节目 也总啊 我年纪大了 新综艺拍不动了 给你引荐个新人吧新人 我女儿 在国外当了十几年编剧 本来发展得不错 都快进军好莱坞了 可最近这丫头 非要回来跟你合作 却我好几次了 哎 她来了 这边这边 我转过身 她站在树荫下 岁月在女孩脸上留下了痕迹 但她依然拥有一双笑意 盈盈的眼睛 风吹起她微整的长发 送心朝我招手 小千哥 好久不见 我学着她的样子 也笑了 好久不见 番外 陈彻片 妈妈总跟我提起 孤主家的小姐 叶太太是好人 小姐也是个好孩子 可漂亮了 只是小姐不哭不闹的 根本不像个小孩 彻儿啊 你如果哪天见到小姐 一定要陪她玩 逗她笑 知道了吗 如果没有叶家 咱们娘俩的日子 真的没法过 你要知道报恩 我帮妈妈捏着肩膀 毫不犹豫地印道 知道了 妈 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见到这位漂亮的小姐 是我妈拿命换的 她确实报了恩 也丢了命 我失去了唯一的亲人 叶谦歌像清冷的月亮 孤独地挂在高空上 亮在我童年无际的黑夜里 她有情感 只是不会在脸上表达而已 从她的小手握住我的手 跟我说不要难过 太阳哥哥 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开始我就知道了 我后来见过许多伪善的人 她们的笑是假的 眼泪也可以是假的 只有千哥 她不会撒谎 她的一切都是真的 弟弟抢走千哥的玩具 她面无表情 我说你不会生气吗 她摇摇头 不会 因为我不知道生气是什么感觉 就连压抑癌症去世的时候 她也没有流过泪 千哥 你不难过吗 千哥垂下睫毛 难过我应该难过吗 后来我才知道 她的淡然 是无法整理内心的汹涌 而我 得比得利用千哥的妥协 一次又一次达成我的目的 我是混蛋 在她为了送心 说出我们保持距离的时候 我吻了她 我想她是属于我的 我想她永远感知不到情感 我的存在才会无可替代 她太耀眼了 我怕别人发现 我的月亮 把她挂回天上 我想 把她永远囚禁在我身边 所以烟花绽放时 我吻了她 她的嘴唇很软 烟花照亮了那双宝石般灿烂的眼睛 此刻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同时也照亮了 另一个女孩绝望的表情 不 不是的 送心姐姐 别走她 或许没注意到吧 她那时泪盈盈的 很美 你哭了 千哥 但我庆幸 还好我这样做了 烟花落下 天空暗淡 我也在心底发誓 就让我一直做你的太阳吧 让我一个人温暖你吧 大学时 我考进了电影学院 如果我成为明星的话 就有资格跟千哥站在一起了吧 至少在别人眼里 她是被我的光芒照耀的 虽然坎坷 但我拼命 她更拼命 只因为她答应了压抑 要对陈彻哥个好于是我做到了 我成为一名影帝 其实 过去的恶意 只是属于少年的自尊心 是干净存粹的 又难以启齿的依赖面 但后来 这自尊心在娱乐圈的静染下 越来越扭曲 渐渐像一根根演化成敌手的刺 在她的心里留下千疮百孔 童年 青春 全部的笑声 在记忆的轮回里燃烧殆尽 走红了之后 很多女艺人头怀送抱 她们年轻漂亮 又对我满眼崇拜 我开始享受这种 万花丛中国片叶不沾身的感觉 我安慰自己 古代皇帝都有三宫六院 但她们心里 皇后都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何况 我并没有变心 而且 不管我怎么做 她都不会生气 像过去那样 直到那天 单单把我挑拨到与火难耐 她撒着娇 对我说彻彻 我们官宣恋情吧 我犹豫了一下 但转念想想 其实没什么不好 为了流量马官宣之后 也可以分手吧 没关系的 我们已经认识22年了 她一定也知道 我手臂上的纹身 是因为我妈的名字叫陈丹 这点小误会 之后再解释不就好了 现在 秦丹丹的开心最重要 我等不及她穿那件新买的制服 跟我共度凉宵 我没想到 她把聊天记录发了出去 我的谦歌被谦夫所指 但 我没有站出来的勇气 没关系的 谦歌那么厉害 这点小困难不会难到她 直到景叶炎出现 我不喜欢她 可以用厌恶来形容 第一眼 就觉得她跟谦歌好像 她们这种人 一旦忠诚起来 都可怕的吓人 于是我着急了 我好不容易偷偷溜出来 想跟她解释清楚 我以为 我们会回到过去 可 她甩开了我 后来 我坠落深渊时 各种回忆像走马灯一样 我的事业完了 人生也完了 她和景叶炎结婚了 再也回不去了 从我第一次利用 她不会流露的情绪 达成怒得起 我们就已经回不去了 对不起妈妈 我无耻又下流 我不是太阳 这辈子 只能在监狱里回味了 全文完 感谢宝贝们的陪伴 喜欢这个视频的宝贝们 赶紧点个关注吧 我怕你刷着刷着 就找不到我了 祝各位宝贝 逢考必过 好运连连 报复报美 我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 爱你们